歷史悠久的台北市迪化街商圈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取消了很多的实体活动 而除了防疫也要防灾 台北市消防局那上午特别举办了演习 模拟瓦斯爆炸了 火事延烧到这个永乐市场 消防员出动来救援 场面非常逼真 装化模拟迪化街永乐市场 由桶装瓦斯管线破裂 起火爆炸发出巨大声响 火事烧得又急又猛 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队员获爆后紧急出动 将火事扑灭进行伤患救护 并破坏铁卷门救出里头的受困人员 困在市场楼上的民众 依照指示拉绳索 沿着梯子下楼逃离火场 现场还出动空拍机 背上空中搜集情报 这是台北市消防局 在农历春节前夕举办的消防演习 空拍机最主要的是用在一个 避难的一个监控 我们办这个活动的目的 就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参加 要提供安全的消费场所 今年迪化街受到疫情影响 年货大街取消实体活动 业者加强行销 希望买气能和往年一样好 迪化街连货大街取消的话 对店家的话影响不大 帮忙店家转到那个电商平台 以化街店家除了寄出优惠 也要落实防疫工作 建立防灾观念 才能让消费者买个安心 华世新闻 当时洪潘千任 特别报导 前地强